这个消防员被钢筋刺穿了脑袋 消防队火速地来到车祸现场 原来车祸导致后车的钢筋冲到了前车 可队长怎么都没想到 出事的竟是他的队员齐哥 只见钢筋从后脑勺一直穿到了额头 可齐哥这一时清醒 也没有感觉到疼痛 甚至提出让队长用手机拍照 他想看看自己的伤势 队长劝他还是不要看了 可齐哥执意要看 队长只好掏出水果十四 对着齐哥385度无死角拍摄 旁边的大力人都傻了 齐哥毕竟是老队员了 看完之后没有一点紧张 队长让他保持镇定 因为钢筋刺穿座椅和齐哥的脑袋 所以只能把人和车一起送去医院 队长往齐哥脖子后面插成垫片 再用卡扣固定住下巴 一般操作 只是为了减少在移动时产生的震动 就这么连人带车上了拖车 队员们都十分担心 队长坐在旁边安慰着齐哥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医院 队长小心翼翼的剪断 与座椅相连的钢筋 此时的齐哥已经失去了意识 到了门口 医生让他们就此止步 因为剩下的事情他们也帮不到忙了 这是每句紧急呼救第一季 消防员其实也是普通人 只不过背负着使命责任 请为他们点个赞吧 这些人都在看什么呢 原来消防员接到报警 有个胖子不绑安全带被倒挂在过山车上 几分钟前胖子和小黑 因为失恋来到游乐场 小黑提议不绑安全带刺激一下 胖子一脸犹豫 小黑说刺激是最好的解药 眨眼间过山车已经到站 胖子接受了小黑的怂恿 在准备出发前 胖子故意用肚子卡住栏杆 工作人员竟然很马虎的走了 我终于知道国外为什么人少了 随着过山车缓缓的启动 他们的死亡之力也正式开始了 爬升到最高位置后 过车伤开始猛的向下方出来 在巨大的惯性下 栏杆随开了 小黑直接就飞了出去 接到报警香黄员来到现场 队长考虑到设备老化 当队友大力使用云梯展开救援 大力让胖子保持冷静 自己马上就来救他 虽然胖子筋疲力尽 没想到却很讲义气 还不忘询问小黑目前的状态如何 队长看了一眼 表示小黑目前一切正常 听到队长机率的回答 胖子心态瞬间就炸了 此刻后悔万分 大力已经爬到胖子上方 他打算先用卡扣扣住胖子 胖子表示快要没力气了 一大堆的吃瓜群众在下面看着 此时大力发现卡扣太短了 根本扣不到胖子 于是他伸出左手让胖子抓住 没想到胖子体力不知 突然掉了下去 这阵的摔成了一股死胖子 紧急呼吸就讲述了漂亮国 一群消防员的日常生活 喜欢的小伙伴请关注兰兰 我会持续更新这个系列 这个婴儿被塞进了下水管道里 消防员接到报警 厕所里有婴儿的哭声 队长拿出听诊器 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哭声 队员推测是某个少女未婚先隐 在厕所升下来后就随手冲掉了 队长在墙上画上记号 大力举起斧头就要破墙 队长立马拦下他 表示可能会伤到婴儿 让他拿来小型电锯 队长小心意义地切合墙面 弄出一个口子后 哭声明显变大 他们立马用手去掰 很快墙里的管子就入了出来 大花突然意识到 如果此时楼上出厕所 婴儿就可能被淹死 于是他出上楼梯 一流大喊着别冲厕所 消防员们切下了管子 队长低头一看 看见了婴儿的头 可婴儿却牢牢地卡住了 这是多卡一分钟 就多一分钟危险 他们尝试用手拉 却卡得太死拉不出来 队长马上拿来热滑油 涂在管子的两端 慢慢地往外推 婴儿缓缓地划出管子 可是却已经没了呼吸 队长直接伸手 扣出了堵塞气管的义务 婴儿又重新有了呼吸 他们立马抱着婴儿赶往医院 警察顺着血迹 找到了不负责任的女孩 原来因为被男友抛弃 所以选择这样子做 雷等队员们吃口饭 又接到了新的报警 女人即将被巨蟒勒死